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ACEC基督徒见证频道 我是文华 我今天邀请着 维吉尼亚州主恩基督教会的于老弟兄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见证 于弟兄你好 你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大家好 谢谢大家 于弟兄 我听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跟我讲到你这个信主的见证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 你是哪一年到美国来的 我是2002年 那也十几年了 你来美国之前不是基督徒 我不是 你给我们讲一下 你在国内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你有宗教背景吗 我在国内不信主 什么都不信 是无神人的 也不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 那倒是蛮 你是做老师的 对 你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成长的背景吗 为什么会你什么都不信呢 我自己想 我是这样想的 在我人生中是非常苦难的 我的苦难是说 我请了主之后 认识到这一点 苦难第二人生呢 只有神才能对这个解解 才别到解放 这是我的一个中心意识 是这么想的 我很小的时候 还没有解放 接近解放的时候 那是十九年的六月份 我的家乡还没解放 我的母亲就病死了 我那个还只有十二岁多 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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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不在了 母亲不在了 后着我的父亲呢 又被增压了 这个家里就没有人了 我的哥哥呢 叫叔去了 一个人在家里 非常苦 非常苦闷 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 什么都没有 成天呢 在家里苦苦苦苦苦 我的一个远房的伯父 他就看我这么苦啊 就把我介绍到 他的这个外甥家里 去做防油的事 做一个磨桶 每天三件事 第一件事 下这个去 那个时候我还不高嘛 去这个 去腰身的水 到水里面去 到水里面 可以锅油炒 哦 把油炒锅了 最后呢 就回来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就是调水 因为他的家呀 住在一个东港的小码头上 家里呢 开着有一个 所谓的雨管 吃饭的人特别多 又有人住手 这样呢 用水量特别大 他家里有两口大水缸 可以装二十段水 每天必须要调满二十段水 两个缸要调满 这才能完成任务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呢 他家有一个炸花机 这个炸花机呢 是用一个大磨盆 这么带动的 每天晚上 在炸花的时候啊 要把纸棉变成皮棉 这你可能知道 做棉花就是 做棉花的 每天晚上 要在这个椅子 起码是三十个小时 那到晚上到深夜 做什么呢 干油 油啊 拿动 带动磨盆 这个磨盆呢 就带动这个炸花机 这样转动 就炸棉花 就炸棉花了 这每天是这么三件事 我记得有一次啊 天下很大很大的迷 我就戴了一个帽子 穿了一双 非常难的草线 就去挑水 在我当挑起来之后呢 人就摔着了 一摔着呢 把那个水桶就打破了 水桶结果 他就是用骨灭鼓起的 把那个水桶捏来 这个打大人 炸炸的 这个老板看了我之后啊 这样的情况 就用脚来提我 用鞭子打我 好多人在房间就讲他 因为他和我还是有亲戚关系 他跟着我的父亲做了多年 别人就说 你第二就是这么对着你的嘛 一个四二三岁的孩子 这样对着他 这是我影响最深刻的一件事 童年真的是很不容易 后来我有一个 远方的一个哥哥 看着我这么苦 他就让我可以读书 那个时候真是 这个做全学运动 把孩子们 读书的人特别少 就去读书 因为我当时 对馆子比较厉害 人啊 没有 他送你去读书 你还要住在他家吗 还是 我不需要 他就从这个农会 弄了一个枕面 就让我可以读书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啊 要到那个金寺去读书的话 起码还要跑二十多年了 才到金寺 到金寺一中去读书 这个时候 读了三七以后啊 就是土地改革了 土地改革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的哥哥是教书的 他一国月只有多少钱呢 一国月的工资啊 只有一百八十斤米 他跟我们家呀 排了二十张骨子 这二十张骨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第一个要跟农民 还农民的神秘骨子 弄了二十张骨子 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的哥哥没办法 就把我喊回来 和他同事一路去啊 找亲戚朋友 结了二十张骨子还了 但是这个账还要还了嘛 我读了三七书 就停学了 就要我去代科 代科呢 叫二十三年这些学生 叫了一年 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又想开读书 读书又不能复学了 又到另外一个学 到以前一路去读书 这样呢 又读了三七 读了三七以后 又中考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很紧 很紧很紧的 我当时就没有考出 然而呢 那个时候又 又春节十年 改为秋节十年 因为我们春节秋节都到生的 我说一位初春节十年的学生 这样又停了一年 这样的 所以你读了多少年 断断续续 三年 初中 读了六年 这样才毕业 毕业以后呢 考学 当时我的家庭出生不好嘛 我的父亲是比增压的 我的伯父是老改死的 老改是中间死的 我的首父呢 是翻开的 我的国国又是右派 看我这个人还有资格的上学嘛 就没办法 结果好着好着什么呢 我有一个表格 是专属 常哲地区啊 专院公署的 文教科的 部长 这样呢 他就跟我引用点权力 就到常哲示范了 读一年级的示范 那个一年毕业的 结果呢 我到了学校以后 他有那个中师部啊 要找几个学生 我就很想读书嘛 我就可以考 这回就考上了 就这样读了个中师毕业 读了中师毕业以后 后来呢 就很难很难很难的 我当时呢 那个时候国家不分配工作吗 国家分配 我还因为没毕业嘛 师范 就三年 三年就毕业了 毕业以后呢 因为那个读师毕业是国家共赢的 是不需要自己掏钱的 所以呢 我这还是感谢共产党 跟我读 有这么一个机会 读上三年说 这样的 这是我的这个当时 读求学的经历 读求学的经历 所以其实你也很难有信仰 原因是你家成分也不好 对对对 你信共产党共产党还不信你 那是 这个 在每次运动都这样 都这样 所以在你这个工作经历里头 其实你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吧 对呀不好过 就是什么好事应该都贪不到你 贪不到我 我从内心深层来说啊 我这个人 解放这块十二三岁 没有一手问题 这可以说吧 嗯 我不反党 不反社会主义 也没有现行问题 所以就抓不到我这种问题 结果到 在我这个 这个工作以后啊 后来我就从农村 叫到城市里去了 叫到城市是 今时一中 今时十一中教书 教书的时候呢 和那个支部书记啊 那个党支部书记啊 他跟我怎么说的 他 你这个出身不好的人 你还想什么呢 我今天要你上讲台 你就上讲台 我明天要你下讲台 你马上就下讲台 我听到这话 随时我特别不如 我心里就特别不好 那是哪一年 那是这个 改革开放以前嘛 改革开放以前 不是 还是文化革命的事 那是 那是 他这样出来之后 大概是 六几年嘛 六七年的事 那是 六七年 所以我 我实际上就这么想 这个人啊 还有的人格 不要受到别人的侮辱 所以我在事件上就这么想 我说你不要这么说 我回家生产 我也不会收你这个 结果我不晓得 这个回家生产是个什么样 那真实 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就闹得不回宵 而且工天队的也 看我出身不好的时候 关系有辅导嘛 所以就要把我弄回家 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 回家以后啊 在思想上 心情特别不好 特别郁闷 农村里比城市里更糟糕 他就说 我们那个党支部书记怎么说 他就说 余子善的子子生生 都是没有翻身之二的 就讲我的父亲叫余子善 叫我们这位有翻身之二吗 没有 我就 这些话对我的影响最深 我也反复地想这个事 我说 我没有出去 我没有翻身之二 我的儿女也没有翻身之二 那就永远是这样的 但是我决不服输 我就这么个思想 就当时 你后来怎么又找到做老师的工作了呢 你听我说 我后来呢 这个 因为到了农村 接受平衡中农的交友 没有跟我带帽子 我带不了帽子嘛 一不就反革命 而不是你也是反革命 所以呢 这个也不用带个地方生着帽子 所以回家以后 就是接受平衡中农的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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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当时就 在这样情况下 我就 心里是怎么想 我说好好的 好 没有 回家之后呢 只有几个月 又把我农村交出去了 最后那个 手拿本币的农民 那个时候 虽然是工本 是教书的 但是由工本老师 改文明本老师 因为我是回家增配的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的思想是 我说我 教书我依然教好 所以我的儿子 也在我的班上读书 我这个大儿子 我的学生要求特别 我的那个学生是我们这个三个儿子 这个 又考取以前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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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考取中师的 都有 唯有我这个班 那成绩特别好 这样呢 别人已经认识我 还 这个教书还是有 还有做人怎么样 出生不好 所以我关系不长 工作能力还是有 但是啊 工作能力还是可以的 所以他们有些人 还不敢小瞧于我 所以对我还是非常客气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又搞了六年 到八六年的时候 诊设螺丝 恢复工作 我这样又到了 这竟是一中区教书可以了 这样 我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真的 教书最深 医生都是经历这种 在被压迫被迫害中间 所以也很难有什么信仰 那个时候 哎呀 你接触到基督教是什么时候 还看什么 我到美国才接触到基督教 因为我的儿子是基督头 我就和他同时一路到这个 教会去听课呀 这样才结束了 这是我这个思想上 你在国内那个中国历年的那种运动啊 政治啊 没有信仰对吧 对 那你到美国来了以后 你对信仰这件事情怎么看法 他们信了你就信了吗 我不 我不 我还有也有点过程 我自己想啊 因为我是出生在这个中国 中国的传统文化 还是有一些对不对 这个就以书教来说 书教它是叫人向善 没有讲 并没有讲说这个 基督教所说的 人是有罪的 也讲这个 人是有罪的 那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说话 人不为天主经人 这就是整吵说明人是有罪的 这是我的 要讲到这个方面 另外一个呢 这个 这个就是 你在国内啊 其实有一个进化论 嗯 对有个进化论 你怎么越过这个坛 因为你做老师的 肯定也认为那个进化论 是这个 是人的 人类的进化嘛 对吧 你怎么越过这个坛呢 我看那些这个 这个进化论方面里有些东西 嗯 这个像这个 大文说的这个 五种的起源嘛 嗯 人是造 这个人啊 是神造的 神造万无 我是这么想 进化论 一个猴子 能够造一个人这样来吗 人 猴子能够造人的走中吗 嗯 不可能 我是这么想的 有一个小虫 这样走进去 变 变成一个 大虫 这样 我觉得没这种可能性 要说 人是神造的 神造万无 这我还相信 这我是这么想的 嗯 所以在你一生中间 这几十年 你没见过小虫变大虫 大虫变动物 对啊 所以我在世界上 对于 那个大虫变动物 我确实还是有些看法 嗯 真的 到这儿来 我就更加坚定我的信念 嗯 因为这个 神 是造万无的 嗯 基督教 在美国来说 是 异国之本 嗯 是这个 没有基督教 就没有美国 现在的状况 嗯 这个 我看了个青教徒 他们 是怎么样 这个 奋斗 有到今天 嗯 我还有一个认识 嗯 像 共产党的这种社会 嗯 那和 这个 封建时候的 既往 差不多 嗯 像这个 毛泽东 此一生的中生子 嗯 到后来 虽然解 解了之后 特别到现在 嗯 将这个 那个那个 习近平 有搞什么休闲 嗯 这我急着呢 急着你反感 嗯 像某一个 他们的尼国之本 是副教 嗯 那是这个基督教 而且 他是 讲 人 平等 人生呢 是平等的 这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 嗯 像中国人是真正的 嗯 官是真正的 嗯 那真是 我我我我 思想上 嗯 不能接受 嗯 你你你像那个共产主义 你肯定是不信的嘛 那 因为你太熟悉他们了 对对对 所以你肯定不信他们 那我不信 嗯 那其实在地上的宗教 或者是信仰 有很多种啊 比如说佛教 啊 比如说伊斯兰教 犹太教 你为什么就要选这个基督教 我认为基督教 你对这些教都研究过吗 对 他有个教义啊 嗯 写的这个非常好 我认为 第一 他我要成员什么呢 所以 实际上万事万如 都是神造的 这 像这个中国所说的 那是什么 唯心人 所说的这个 嗯 就 人 必须 要 要 我什么怎么说 那我就问你啊 你说这个伊斯兰教 嗯 为什么你不能接受他 他们 这个伊斯兰教 他们也好 有些地方啊 或这个基督教 也还是很不相同 为什么呢 他们还是有种 跟中国人那种 叫什么 叫 叫专制也好 或者叫什么也好 嗯 专制对 对 对 他们也是一种 我很不很 对 人在那个教义里头没有自由 对对对 像我 为什么现在这么心激的教 我说句我的内心话 因为我这个人呢 这个毛泽东不说这句话 哪里有亚奔哪里有反抗 真的 我确实 受那种制度的羁绊 受那种制度的这种这个歧视 嗯 争了几十年 嗯 终于掙脱了这个捆绑 掙脱这个捆绑 对 然后你在我知道你信了以后啊 你其实是很认真研读圣经的 对对 然后呢也参加那些聚会 但是在你信了以后啊 你突然又得了病了 那个病对你的信仰是有打击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嗯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 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 我曾经就问了 曾子妹问了这个 这个康里 问了他们之后啊 我就把我的思想告诉他们 我说我 这个人呢 曾经受过不少的苦难 现在又受病的折磨 我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要找出一条能够使自己啊 很好的这个 能够说服你的 说服我的 而且能够让我心安 让我最好的当成病魔 嗯 我就现在 他们就跟我给了什么 给了罗伯纪 给了这个党 这个祷告的力量 让我可以学习 嗯 我反复听了 这个罗伯纪 20世纪 我反复都听了二个次 真的 起码三次到五十次 我都这样 嗯 我就 就懂得的呢 人是要 要这样 所以我当时 我就这么想啊 他说 像人生的 这个苦难的人生 只有神 才能得以解救 得以解救 神才能解救 这是我的一个 这个指导思想 嗯 真的 真的 我确实这么想 那这个 你看了个约伯 这个 他的这个经历啊 你就心里面能够觉得说 你能承受这样的苦难 对对对 嗯 然后你就 信心又重新捡起来 嗯 嗯 然后我看见那个 他们说老人中心的那些人 看见你在那个 治疗的过程中间 那么痛苦 但是你还是能够 有那个 没有放弃掉你的信仰 还是能够有信心 那是 那是 还是有平安 嗯 那你这个这个过程里头啊 你从那个 约伯记 这本 这本这个圣经的教导里头 你得到了 啊 什么样的领受呢 什么样的启示 我就说 人啊 在苦难中 嗯 是有神在这个安抚作物 人啊 要用心灵来接受耶稣 来接受耶稣的光 嗯 嗯 那太棒了 对那个 那个就是 我看那些 那个书啊 嗯 那个像那个就是 嗯 嗯 书松坡 嗯 书松坡呢 他不是曾经几次受扁吗 嗯 扁到黄州啊 扁到晦州啊 嗯 扁到唐州啊 嗯 嗯 最后他把贬地这三个地方作为自己的攻击 这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嗯 所以这个 那个就是 嗯 嗯 嗯 不注意啊 嗯 他就跟他们写了一个 那个 吴能 海角 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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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天涯 嗯 大地 心安 极石家 嗯 就说一个人啊 你就是病得这么厉害 嗯 你心要 心要紧 嗯 所以我看了这个 自己 嗯 看了这个 罗伯基 嗯 尖尖了我这个信念 嗯 古人要这样 要想心安的话 你必须 你要想这个战胜兵魔 战胜其他的 嗯 要怎么样 嗯 要心 要心 要平静的才好 嗯 你看那个 那个 瘦伦波 嗯 几次受扁 三次受扁 他还是把这个 心情特别好 嗯 他说我的功绩啊 嗯 就在于黄山 嗯 在于黄州 回州 和坦州 嗯 他都这么说的 嗯嗯 古人难道就这样 我们现在人 嗯 不应该好好地 可以学习神经 好好地 听耶稣的话 嗯 来 斩身兵魔嘛 嗯 嗯 嗯 这是我的一个 嗯 对 他的这个 呃 他的这种 呃 呃 他不是神给予的 嗯 而是神给这些个 这个人啊 嗯 一个与神接触的一个通道 嗯 一个这个隧道 嗯 来告诉人 嗯 只有通过神 通过苦难 来影响你的智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嗯 所以啊 这个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啊 啊 这个于弟兄的分享 就是告诉我们 人在这个苦难里面 在急难里面 其实要保持平静 但是基督徒你的平静 从哪里来 是从你的信仰来 从你的神来 啊 因为你有神 因为于弟兄有神 所以他心里面有极大的平安 因着他这个 在这么难的这个治疗里面 因着他的平安和喜乐 其实带给周围的人很大的鼓舞 有些人可能你也在一个苦难里 可能你也在一个不容易里面 但是如果你要来信靠这位神 你心里面虽然啊 你心里面会有力量 你虽然环境不容易 但是你心里面会得到力量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于弟兄 给我们的分享 嗯 那我知道你有很多的领受 你在读经 祷告 从神有很多的领受 我们下次再请你做一个介绍 看看从神给你的领受 能给我们一些分享 给我们一些鼓励 谢谢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我们也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